今天给大家再继续录一下 黑暗直昏三的这么一个视频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帧数 大概全滴的话就能打到40多帧吧 然后还是接下来去看水多一点的路 然后看能不能被刺 我们去找螃蟹玩一玩 但是哈达的门也不疼呢 不定 让留一下反管啊 因为又是秒不了的 差一下拿过来 走 嗯在水里还是别更大螃蟹的 哎 比较没有什么优势 等他出招就好 哎哦还不抓头戒 我还没看见他出过这招 有个问题不大 他还有一下就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水多的地方还是 是有一个不错的帧数 哎老用这个投机啊今天啊 这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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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地方龙之大曲剑的哥们已经被我干死了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要不要去打一下这个黑骑士呢 可以打一下黑骑士吧 我记得他应该在这个位置 有在吗 这个地方是法兰一界 不是这 这种地方最好还是用匕首过来比较好 后面是一只节气性翼 那块我还没去 最后是这个 黑骑士 他的话比较好被刺 其实我应该换个 刚才反应慢了 特别容易被刺 希望他给黑骑士顿顿吧 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没有的 好像这儿结束了 这就是拿法兰一界的地方 这就是拿法兰一界的地方 这个狗还蛮硬的 咱们就先回去吧 然后去洛克里斯城看一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诺克里斯城的场景比较复杂 他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很高的帧数了 我们先给他一二十 哎呀 没打中 那去用弓吧 把他引过来 然后 等一下啊 他其实 运行特别的差 没有必要等他先出招啊 或是怎么样 咱们先出招就可以 只要打到他们 其实都无所谓 这种带枪的就特别还大 带剑的说实话还难一点 枪的话特别容易被刺 因为他出的招容易被刺 放这个地方大概就33帧吧 他的任性特别差 大家可以打一套 然后等他走过来的时候 一套 只把他砍死就可以 给他一个火焰壶 带他走 他是1000块钱 扔了100的火焰壶 无所谓的 算了 就是不备死他了吧 没啥必要 他要打线索的话 备死他的话不太火 备死 那批刀的时候 有时候批不太过 他的攻击频率特别的高 就是等他们走过来的时候 哎呦 哎呦 还挺凶的 他的范围就比较大 其实 我要是级别低我都凉了 咱们可以级别压制一下 其实 然后这下 他其实可以接下来这次 但是我刚才动作慢了 看他出穿刺那一招 其实可以挡住他前两下 然后 穿刺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和我们的胖哥哥打一打 但是先等一等 把这个方案件的搞定 这儿还要换起来个这个 这儿还要换起来个这个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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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蛮凶的 好像大家打的这种敌人 就是 跑起来 一定得跑起来 幸好我这装甲比较好 他这个范围好长 其实有时候大家打背这个状态的背刺 还是可能会被他的那个东西打掉 但是其实无所谓了 我忘了这埋伏人了 好久不玩这个了 这两天一直在打只狼 谁要足够嘛 其实问题都不大 来把这个游戏主要还是加血 加血才是王道 这个的话先挡一下 然后再放个 他们把后面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正黑暗混注文这个游戏 我前身打只狼终于发现 好像精髓就是得跑起来 跑起来才可以打到人 你要不跑起来根本就不行 他好像是都比我快了 比我快的话其实问题也不大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